两位资深港姐 陈法荣和梁小斌 两个人你来往往呢 足足闹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起因呢 就是因为梁小斌在出席某慈善活动的时候 少穿了一件外套 你说这又何苦呢 11月25号 陈法荣和梁小斌一同出席了 港姐慈善机构的活动 所有嘉宾应该穿着统一制服亮相 但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唯独梁小斌穿了白色T恤 和其他人的着装互同 后来听说他不开心了 我就问了大家 哎 刚才有问题吗 大家都说的没有问题啊 陈法荣说自己是出于关心 但按照梁小斌的说法 陈法荣为这件外套出言训斥了他 言辞之激烈让他很是难堪 对于当天为什么没有穿制服出席 梁小斌说是因为刚从北方返港 还会适用香港的炎热天气 那么穿了件外套就出汗 那么我将我的外套就摆了落车那里 那变了都挺清爽 但我个人就比较受远不受硬 就是你这么硬正来跟我聊天 那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梁小斌称陈法荣出音不逊羞恶了他 陈法荣则回应根本没有这回事 出生于1969年的梁小斌和陈法荣同为港姐出身 她是1990年的港姐季军 而陈法荣是1989届的冠军 怎么样想出来没有 想不出来啊我帮你走啊 虽然事后陈法荣的好友洪欣 蔡少芬朱音等人纷纷出面做何事佬 表示陈法荣并非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坏脾气 但梁小斌依然觉得陈法荣姐妹团 这种抱团欺负人的做法太愚蠢 再加上后来她用一些非常stupid的方式去回应 再帮多几个朋友 去为她省招牌 告诉大家她是一个多完美无害 我才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梁小斌在采访中把中阴蔡少芬和洪欣比作 三个不懂事的家长 任由陈法荣胡作非为 即便犯错也不予置诀 但是你用一个这样的表达方式 去告诉大家她这么好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一个笑话来的呢 是不是爱她等于害了她呢 那你每次都告诉她她一来的 她没问题 她又没有成长过呢 长此下去之后 她就更加惶恐霸道 此时唯独另一位资深港姐 袁永宜替梁小斌说话 根据我对梁小斌的二十几年的了解呢 我觉得她的人是那种 她不是那种容易发脾气 或者是突然间会 情绪会这么的 就是不开心的人 1990年 余永宜和梁小斌共同参与了香港小姐的选拔 继而相识相知 姐妹情深持续至今 因为她一直都是 你不要把她逼到那种长角 她就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作为一个朋友 我只感觉到她的委屈 本来如果出席公开活动 主办方有统一茁壮的要求 大家就应该尽力予以配合就好 一件小小的外套 引发众人一番口水观似 实在是小题大做 令人跌破眼镜 一个巴掌拍不响 事件原委估计只有当事人双方 自己心知肚明了 娱乐星天地香港采访不到